计划交易,知行合一,买卖规则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聚合平台CoinNet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力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来看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的比特币最低的时候跌到26,450左右 然后直接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一口气冲到了27,200 如柳大所说,站上了26,840.75那个地方 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根黑色通道线站上去了 目前的话出现了超买信号 有可能会进行一个震荡调整 目前的话这个走势用图表来看的话 就是在大通道和小通道之间贴着在走 并且出现了超买信号 在一小时范围内会出现震荡 有可能还会下跌 好,然后群里群友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分享了一下 之前Rose在25,500让他开的那个多单 Rose当时那一单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他看多到3万是吧 我们都在嘲讽他 然后现在看一下Rose姐的格局永远比我们大 他从做空下来我们嘲讽他 他现在做多上去我们再嘲讽他 是吧,我永远是个像韭菜一样的心态 好,然后来看一下各个博主的行情分析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阿非罗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感觉这两三天再盘整一个三角形 然后他1.14的时候发了一个这个图 当时已经盘整到这个三角形的上边缘去了 然后提阿非罗画了这个图 然后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提大说是个三角中继 然后一下突破上去了 并且后面突破到了提大画的27,200的这个点 好,提大实际上是看多的 在之前的时候并且提大也跟了多单 目前离他的指引位越来越近了 大家如果喜欢提大的话可以去加入他的会员 提大会对都认识的老会员的话 他会给出自己的报单 好,然后来看一下赛斯科学老王 王老板在昨天9点钟的时候说 SUI是真难的 APE真是走得像推土机一样 然后这是APE的走势 真的像推土机一样 直往上涨的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王老板说控制在3% 但是考虑到这个行情没有60% APE真是绝了 好,然后来看一下Jason Jason在昨天晚上8点50的时候 说两个本地剧本本地GP的 那个需要有看跌的CV底 CV底需要在一小时24分钟 12分钟6分钟上出现看跌背离 然后他给了一下大概的交易计划 就是26,600多去开空 然后看空到25,190 然后止损的话 大概放到26,890 这个单来看已经损了 相当于昨天比特币直接突破了这个主力支撑 然后走到了这个主力支撑的上边缘 差不多27,200多左右 昨天在看报道图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确实有很多人在疯狂的开空单 我还跟群里的群友调侃说 这是要空出一个牛市 是吧 Jason然后给了第二个交易计划 潜在的长期CDW 24分钟12分钟6分钟 看涨分水岭 看他这个图的话 差不多就是认为跌到26,187这个地方 然后再上涨到27,051这个点 目前来看比特币确实是在26,850这个主力点 往上突破了 突破之后 然后一口气插针插到了27,200 然后又回调到了27,051这个地方在震荡 好 然后Jason在昨天晚上90分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TV的指标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他画了三个箱体 相当于这三个主力支撑 这个箱体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可以去开多 相当于就是 上方的主力位差不多 第一个主力位就是26,600到26,700 上面一个箱体的话 第一个主力位是26,870 一直到27,300 昨天差不多就是直接突破到了这个主力区间的上边缘 然后目前在中部震荡 好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全球合约大赛冠军图表冠军 Eagle在昨天下午4点50的时候说 我们是否应该得到CCV目标是26,600 他相当于认为最低的话就是跌到26,600这个地方 目前图表冠军我们在观察 并没有像Jason他们那样给出明确的开单信息 他们只是像提阿菲罗一样去分析 但从他的分析中能看得出来 他还是给了一定的点位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Daniel Daniel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发了一个图啊 这个图的话当时的价格是26,426 然后他在下面画了一个25,930的一条黄线 在27,229的地方又画了一根线啊 我不知道这是他的报单啊 反正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说这是他报单的话 那他的开单止损比例的话 接近也就1比1了 那就是相当于的话 你开两单 如果一单损一单赚的话 那你就是保本状态 我们目前在对图表冠军的社区进行考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观察一下他们报单的准确率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科比托之友的金牌分析师M 他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说 BTC H1到H4 目前我认为只要不跌破26,170 插针例外 目标是27,270,250到27,460 基本上回去 那这三个位置如果没有收针 颓势情况 目标是28,300到28,600 留意26,170到25,900这个区间 如果插针收回可以多 目标是以上 日线级别 只要站稳收线27,000 目标是29,250到29,800 好 M这个分析非常准啊 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没有明确的给开单点位 但是相较来说 他的分析上是没问题的 如果按他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接下来就是目标28,300到28,600 确实很多KYR在昨天爆单的时候 是看空啊 然后看空到26,100到25,900 800左右 这个点 但是比特币并没有按他们说的行情来走啊 好 然后来看柳一东 柳一东在今天10点钟的时候说 人民币上周被空头反扑了一下 在趋势面前是没有作用的 继续涨势如红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啊 他说 31,000开始向下走G浪下跌 G浪必须是单距尺 及535结构 且必须跌破15,476 G浪起始段必须是向下的推动浪 或者引导七行 31,000不是向下的推动浪 只剩下引导七行的可能性 需立即下跌到24,800 才能做引导七行建红线 然后反弹 然后再向下跌破15,476 建黑底 如果做不到 就不能做成引导七行 没有引导七行就无法做成激浪 好 这是柳大的观点啊 如果说白话 就是目前的比特币走势 如果不能在近期快速跌到24,800以下的话 就相当于不可能熊市了啊 只有在这几天的时候 跌破24,800 才有可能去跌破15,476 这个点啊 好 这是柳大的观点 然后来看书琴 书琴在昨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说 这两天26,800的小空单吃到小肉了吧 不过现在右边有不少空单可以清算 能一直报到26,800 而左边多头的仓位来到26,800附近 所以空单现在可以止盈一半或者全部止盈 另一半拿到26,000附近 等到26,000上方我会考虑反手多 先不急 等到了具体咱们再看数据 好 这书琴的观点啊 内单如果是止盈了 那就赚钱了 如果没有止盈的话 书琴也想等到26,000左右去开多 昨天的行情最低只跌到26,400啊 并没有跌到这些KOL所想的26,25,900附近 然后他说 现在各大交易所的合约成交量 现在萎靡不少 币价都带不动的 预计今晚美国白天 华尔街上班就热闹了 书琴的话就认为 今天晚上会是有行情的一天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往上还是往下咯 肯定要出行情了啊 他昨天接着说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由于见面是在收盘后 A股没什么波动 美股今天休市 你看不管英特尔也好 微软也好 他们只要来中国一趟 一般股票都能往上涨个百分之几啊 做美股的小朋友们 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VV VV在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 发了一个图啊 他认为目前的行情来说 差不多会上涨到3万2这个地方 然后再下跌到2万左右 然后再继续上涨啊 然后来看一下他的观点 他是说 现货和波段交易者计划 是在7月的第一周 在2万4到2万5左右买入 并在7月和8月 从那里的波段交易至 3万到3万1 尽管美联储暂停了利率 但他们已经表示 今年晚些的时候 他们将加息几次 我们应该期待在9月左右 这可能会导致市场再次崩溃 还有关于稳定币惨败的传闻 这可能是9月下旬市场崩溃的催化剂 这将不得不等到以后 然而在2万3到3万4的破点发售组 可能会在技术上引起反弹 主要趋势下方有大量流动性 可能导致市场到3万甚至3万2 SFP和下降 催化剂可能是哥布伦比亚 用XRP实施CBDC或黑石 获得现货ETF的批准 Gary Gansner可能做一些损害控制 以保住他的工作 并为黑盐公司批准 因为黑盐公司与摩根大通 一起参加大量全球资金控制 我们预计可能在7月和8月局部的底部 在7月的第一周左右 我们在7月3号有一个满月 好这是书情对比特币昨天的观点 好然后书情姐休息了两天之后 昨天晚上爆单 FIL的空单和SLP的空单都赚钱了 然后还有FET和LDO的多单也都赚钱了 书情姐状态又恢复了 在这一单损了之后 书情姐然后昨天晚上状态都不错 五单的话一单是平局 -0.22接近算是平局 然后另外四单全部都是盈利的 好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风哥 风哥在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 发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建仓是27000 止损在27300 止盈的话是25000 风哥在昨天的时候说 之前那个26500的空单可以继续拿住 如果担心风险可以适当减仓 缩小风险 这是风哥的观点 实际上风的观点跟VV很像 但是VV认为会上涨上去之后再往下跌 华语圈目前来看的话 昨天可以说接近90%以上 全部都是看空 好然后来看一下Rose姐 Rose姐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给了一个TAN的买入设置 差不多就是在3.926的地方买入 止损放在3.37 止盈的话放在5.186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单 好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一小时OBTI的爆仓图 目前来看的话 很多人在刚刚27200那个地方开了很多空单 市场来说还是坚定的看空 来按目前的仓位来看 庄家下跌的收益会比上涨要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然后来看一下全局爆仓图 全局爆仓图来看的话 比特币目前来说下降的收益会比上涨要高 上涨的量能其实不大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现在整个市场来说的话 KRM普遍认为看空 但是庄家就是往上涨 最多的共识杀最多的人 是吧 今天应该会出行情 大家随时要关注一下行情走势和KRM的观点 好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